你这也是一名军人 应该和我一样清楚 我刚清楚说 你们的路线早已经被泄露了 再这么执行下去 无疑是送死 你要是想活着的话 就跟我一起走 我不走 全民抗战不是一句恐话 就算死 我也不会去半途而废的 这就是一个送死的活 你明知道要去送死 还要去 这不是傻吗 就是一份转播下 你这儿的错误人太多了 所以才会像今天这样 你不得 牛子 这么多兄弟 都已经死了 咱俩也没脸回去了 要不然 咱们就送给你们一顿 少君 我听你的 在哪儿不是大鬼子 正好 还能跟咱们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说吗 接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 按照计划 下一步 冲了姚家镇以后 下一站 北清县 单是从姚家镇 则伏击的情况来看 再让这条线路走 危险太大了 不如 绕过北清县 前往沙子宫 这不行啊 这 司令部已经商议好的这个任务 你们怎么随便改了 这不行吧 你确定 到了沙子沟以后 小鬼子他们就不会再被我们惊喜吗 我不能确定 不过这么做 一来 可以迷糊敌人 二来 沙子沟附近 除了有你们的三十九团 还有我们的队伍 如果两股人马能够合力 就算小鬼子再追上来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狼狈 要是到了沙子沟 再没有援军 你别怪我不客气 我也想告诉你 我这个人最恨别人用枪 折着我脑袋 要再敢这么做 你别怪我不客气 龙子 你去掩盖痕迹 我去给小鬼子下个香道 是 你去 小天长 咱们跟正委商量 负责杀了个后面 咱们说具体时间 咱们如果到了 碰到大部队怎么办 放心吧 就咱们对我们那个急性子 我心里有数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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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国民党开会 怎么没完没了啊 这老江都去了两天了 到现在 这个反扫荡的会还没开完 政委 听说华北方面军 出动了一个混城旅 偷袭清城 团长他们该不会 出什么意外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 政委 我觉得保不齐 团长是遇见小鬼子了 直接回来太危险 领着小鬼子遛官呢 这倒像是老江的脾气 可是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咱们又到什么地方去接应呢 那还不简单 今儿晚上开始 我就带着二连 到沙子沟蹲着 等不着咱团长回来 我哪儿也不去 政委 要是你担心的话 您就让一连跟着呗 孙德胜 你鼻子插洋葱 装相啊你啊 凭啥我一连 跟在你二连后面 要去也是我一连在前面 我是一连 你是二连 明白吗你 你就拉倒吧 别一口一个一连的 一连是啥 一连就是个编号 你还真的自己当主力了 你 行了 别吵吵了 咱统共就两个连 人员还不满边 你们都去了 那根据的谁手啊 乡亲们 有谁来保护啊 孙德胜 有 这次任务 由你们连来完成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对了 对了 上次缴获的装备呢 还堆在他们的小仓库呢 满满当当的 一点都没上缴 报告 我筹箭了 我可以坐上 哪都有你 郑伟 那个 我 我还没清点完呢 都清点了一个星期了 还没清点完 你们整个二连 就没有个实数的 算了 那些武器装备 都归你了 因为这次任务不明 如果再碰到小日本 那肯定就是一场硬仗 你要带齐所有的人员和装备 咱话可说在前头啊 这次你要是再缴获了 全部拉到我这儿来 现在 马上去准备 今天晚上出发 接不到团长 你就别回来了 是 我完了 三个掃 不过少佐 我发现了敌人的足迹 如果你的手 跟着他们足迹的方向 肯定是往北清新而去 正符合了武人大佐和少佐的观点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武生少佐肯定在那等候 到时候他们产吃也难逃 这些中国人 要比你这个笨蛋聪明得多 放枪 放枪 那就不是大草惊蛇了 你要是再敢说话 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只要我们丢掉了他们的终极 就让他们自己暴落 你疯了 你疯了 看得没你们特派人就是负责性 别扯我别杀我别杀我 别杀我 各位小好汉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放了我吧 这个给你们 我实在受不了了 放过我吧 你听好了 我们的任务 是把你送出青城地界 迟到如今 不管你愿不愿意 任务必须完成 拿着这个 你还活得有点价值 快 快走 快 来 土八路果然改变了路线 通知大哥和三弟 土八路已经改变了路线 已经逃往沙之沟一带 让他们火速赶去拦截 你们跟我追 是 你知不知道你开枪 就是向敌人暴露 用路边这点尝试里面有的 是给你撞撞牌 你简直是莫名其妙 是 林哥 他怎么了 再走一段 我们就出树林了 再走一段 我们是安全了 但是他腿就废了 刀给我 你去见见 是 要干吗 子弹 能碰能捕头 再不处理生活的话 这场腿就准备了 又是 条儿 我了 我了 他竟然就能 要哪的都废话 我正手了 好 来 弘命 把火给我 什么火 给他 少废话 你抽烟 火柴的人坐兜里边 快 启夫队 这是最后一下 忍住了 来 少君 后面有冬天 点声音 小鬼子离我们不远了 哪儿到 这儿 上 在这儿 哪儿 是 这儿 开火 赶火 开火 干开火 开火 那儿 一个 把火 魂 起来 报告 是中国人来了吗 不是 是吴岗上座吉典 出发 任务有变 紧急计贺 走 diagnostic 这都易晓了 你说团长他们啥时候到啊 我的 他娘的哪知道啊 不过 今年等不到团长 咱二连哪儿都不去 团长要是一直不来 咱就在这儿死等啊 那要是再有打鬼子的任务 那不是便宜了一连吗 他奶奶的 老子这么没想到呢 就是啊 连长 咱打游击这么久 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当 能和一连拼一拼 正好能多打几个鬼子 你倒好 去抢来这么一个光等人 不动手的任务 我说你小子 你还真敢叫醒去老子来了 哎 怎么样 见到姜团长他们没有 不是 不是咱们团长 但是我发现 北京县西方有大量烟尘 应该有大量部队在集行 正在向我方靠拢 什么部队 这么大动静 怎么办 连长 看这架势 鬼子得有一个中队呢 要不咱们先撤啊 撤 你再给老子说一个 咱二连啥时候做过孙子 啥时候临阵脱逃过 你们不是怕没小鬼子挡吗 瞧见没 人家送上门来了 连长 这也太多了 咱可就只有一个连呢 连没吃的小鬼子 当然小鬼子把咱们给吃了 吃不了 吃不了也得吃 这块骨头老子今天肯定了 二连都给我听着 今天要是接不到团长 咱哪儿也不去 听见了没有 是 连长 连长 那边有人 怎么又跑那边去了 全体都有 准备射击 等会儿连长 他们好像只有四个人 我看看 是姜团长 可算等到他们 快 他们有人复生 赶紧过去接他们 是 村长 你回来了 走 咱回去 来 哎 我这天呐 终于安全了 出去 渴死了 我得倒壶水喝 报告 姜团长 你可算回来了 二连长 你算是提前出现了 否则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对不对 既然 这次小鬼子没帮我弄死 有一天 我一定会让他们加倍偿还 对 我们死了那么多弟兄 这仇一定得报 要报仇 那你们可算来对地方了 姜团长 小鬼子的部队马上就到 二连长 把话说清楚了 姜团长 小鬼子大部队呢 正从北清县往咱们这儿赶呢 我估计 再有半个时间就到了 看这阵势 得有一个中队呢 小孩子 跟尾巴一样 甩也甩不掉 要想捡到这根尾巴 办法只有两个 一个 是咱们几个人留在这儿 把他们挡住 另外一个 就是咱们回去叫的人 狠狠地咬上他们一口 叫点人 对啊 从三十九团驻地 急行军赶到这儿 也就一个半钟头 我们把鬼子拖到这儿 以八路军和三十九团的兵力 完全可以相卫他们 好 我们在这儿挡着 你们先回去 从这三十九团速来增援 你这会儿让我走 恐怕我死去的那帮兄弟不答应 我也不走 江团长 要走还是您先走 我们在后边替名撑着 我估计 坚持到三十九团来 没什么问题 你说什么呢 你这可是小看我嘛 二连长 打游击你是把好手 可阵地防御 不见得擅长 郑连长 郑连长 我不知道你打仗的本事 是哪儿来的 但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现在把二连交给你 听从你指挥 团长 听从命令 二连现在听从 郑连长指挥 两个小时 我只能撑两个小时 超过两个小时 你们就直接过来替我们收拾吧 放心吧 我们八路军 我们不会落下一个弟兄 你就等着 我把三十九团给你带来吧 老天 老天 团长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没事 没事 拿到这一路上 不行 差点把命扔倒了 我告诉你 你能到我这儿来 一路上太太拼拼的 就算你命大了 你这 此话怎讲啊你 你还不知道啊 所有在青城地面上的部队 都接到了一个护送长官的任务 结果你猜怎么着 部队都到了预定地点 小鬼子早就埋伏好了 还有这事儿 还有这事儿 你们没事儿 哎呀 没有甜头 我露天山能随便调动不对吗 兵力下了 我没理他 团子 这抗命巨战 这恐怕不妥 对呀 什么抗命 抗命就抗命了 抗命总比掉脑袋强 是 你是没听说那个姚家镇 和北青县的惨哪 全军覆没呀 你看这 爹 那个姚家镇 不是郑少军他们要去的地方吗 他们会不会重麻烦啊 郑少军 老天 你不是答应我 帮我把那个小子给绊掉吗 怎么回事啊 是是是 我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我那枪栓 全拉开了 怎么了 来了个特派员 这人也调走了 你说你这么点事情都办不成 你放心 您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姚家镇 所有的部队 那是全军覆没 再说那姓正的 就那么几个人 他肯定跑不了 一准死在姚家镇了 那你的意思 反正是小鬼子帮了我的忙了 那是他罪有应得 你想啊 陆团长 这么多日子 他屡次诬告你 私卖军火 你说这这 这多可恨哪你说这 这会死了 大块人心 说得太对了 好 死得好 你看团子 冷落了很多人马 我都给你带来了 办得好 这个年头啊 有人头就有赏砖 办得好 谭总啊 我那个副团长的事 放心 爹 说什么了 我早就都给你留好了 是这样啊 你们既然来了 我略备薄酒 给你们接风洗尘 受待压压轻 你们还有心思喝酒啊 以为躲在这里 小鬼子就不会来了吗 你看看 我花了这么多钱 来修我的宫事 我这就叫 顾若金汤 不过今天不喝汤 咱们喝酒 是 走 喝酒去 走 姚家阵短调了 北青也扫平了 好啊 老哥打坐 我刚手组通报 龚军没有按照路线撤退 转道赶往沙子沟了 沙子沟 沙子沟 龚军改刀了 附近有中国军队吗 根据侦查报告 龚军三十九团应该在附近 而且还有一支 番号不明的八路军 也在甘地游益 传我命令全机出击 赶赴沙子沟增援 正好把他们全部消灭 沙子沟 看来我们还是晚来了一步 吐巴路中有重想者 他们跑不了多远 吴兄他们到哪儿了 他的机动小队 已经连夜出发 应该到这附近了 李维 刚刚接到报告 五人大佐也在赶来的路上 抓着这个吐巴路 哪里需要这么多人 大哥这是不相信我 就是因为你这个废物 抓紧之机 你一定要赶在大哥到来之前 是 别动 走 快 可行 阿哥 都赶上来了 速度够快的 你来得正好 他们应该就在不远处 马上带我过去 阿哥 你着什么急啊 你跟着我 你后面的部队怎么办 对付那几个中国人 需要这么多人吗 我们先去 让步兵慢慢跟上来就是了 我知道你立功兴契 但我们也不能冒险呢 这沙子沟驻扎多少中国部队 你还没调查清楚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这个地方不仅有三十九团 我听说还来了一支巴鲁的部队 大哥也在赶来的路上 如果晚了之夜要挨骂的 如果你害怕 你留下 阿哥 你果然是怕大哥 我不跟你吵听你的还不行吗 还低点儿 还低点儿 为什么还指机枪手这么行 活得不耐烦了吗 我们都这么干的 听着机枪的动静 那打起小鬼子才带劲呢 但你们之前的乐器真好 你知道吗 打起仗来 一旦机枪手开枪 就是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 见过小鬼子的制弹弹弯弯 一颗流量过来 杀伤力的半斤有半个人 没办法 这就给我推荐 还有你 哥们 您俩 拿点机枪 上后边去 你这是为啥呀 你是连长吗 机枪点视野要开阔 火力要遍布整个战场 这你都不懂 你怎么当连长呢 你他娘的说啥 老子带的二连打仗 从来就没怕过死 这个连长 老子也是用命拼回来的 不像你 光靠动动嘴皮子 那也比你不动脑子强 你再给我说一遍 好了 都别说了 鬼子还没来呢 先要四几人掐起来吗 二连长 我相信你是条汗 但是打仗 不能光靠勇 没有用 听我的命令 让所有的机枪手 都撤在后边的山坡上去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开枪 说的那是一套套的 你看着办吧 还不快撤 机枪手 机枪手快撤 往后撤 上山坡 二连长 好 这东西 你们的人能扔多远 我的连头手榴弹 最少也在三十米 找三个可以扔五十米的士兵 集中制弹 你这又是为啥 因为浪费可耻 知道了 大家都准备准备吧 日本人应该快来了 好 高兹就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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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 他们居然想折执我们 我早就跟你说了 这里的部队有很多 你可千万不要闯能啊 这两个好像是姚家镇狙击的中国人 看来是老鼠牵上线了 他们的布阵还挺隐秘 二哥 我可丑话放在前面 你要是带兵跟他们肉搏 你可千万别带上我啊 你以为我真傻吗 我只是有时候比较冲动而已 传练下去 缓慢推行 然后后面的步兵火速前行 会合后你去见面咱 都隐蔽好 快隐蔽好 为啥不进宫啊 这小鬼子都快到眼皮底下了 咱就跟看着 我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 不是消灭敌人 所以不用在这儿浪费弹药 怎么的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小鬼子 在咱们对面 这是你们国军的作风 老子二连可不能当闹钟 来 等起来 那也比你们逞能强 你说谁逞能 你再跟老子说一遍 你俩有完没完 我压根也没想真跟他动手 那也得动得过老子才行啊 行了 都留点劲对付鬼子吧 刚才来的是先头机动部队 步兵马上就到 正系就要开罗了 存点劲吧 来 来 休息休息 来 好 我们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 哎 周小军呢 又跑了 没有 为了养护咱们 他带着二脸 正挡着小鬼子呢 真的 今天还真是亏了他了 咱们得赶快回去犯救病 晚了就来不及了 来 慢点慢点 小心啊 来 走 走 先派一个小队 试探性进攻 我正要看看 掌路的楚八路 到底有多厉害 我去上面看看 小鬼子上来了 弟兄们 都给我打 谁都不许开枪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开枪 打什么呀 姓正男 你啥意思 鬼子没上来 你说拖延时间 这鬼子上来了 你又说要隐蔽 你要是怕了 你就先跟我走 你别在这儿瞎指挥 你看看 一共有几个鬼子 这叫侦察部队 你是怕鬼子的榴弹 找不着我们 放枪要提醒他们吗 那照你这意思 小鬼子上来了 咱就看着呀 就是这意思 勇哥 给我几把枪 军律 我看看 连长怎么交流弱枪一次 来 连长 还真是 中正式汗杨造 好 杨黄有点葱 不过用 一会儿见 连长 他在干啥呀 他挨打地打地 气死我了 小子 你们连长运气不错嘛 第一枪就撂倒一个 得有一百来米呢 这怎么叫运气呢 一百来米呢 这就是因为你们的枪太差 这要是用了他自己的狙击步枪 三百米外 这些鬼子全都得见阎王 这么远 你刚说那个狙什么 哎呀 说了你们这儿也没有 好好看看 老板 对不起 随便回下 这八个里面还有几几手 而且枪法不错嘛 阿哥 对面有个狙击手 而且枪法不错 值得关照一下 看到侦察兵的尸体了吗 再详细两百名 冥陵炮兵 以阵地狱军士兵尸体为基点 轰炸上西两百米的地区 是 回去就黄根堂皇了 先挣哪 正连长 小谷子的炮真弹娘的准 不过跟您的枪法迷起来 您的枪法更是神了去了 尤其是那最后一个 最少也有两百米吧 正连长 要是您能把这枪法交给咱们二连的兄弟 那就太好了 我就一粗人不太会说话 您小人不计大人过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好啊 我不说了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 枪法这事我答应你吧 哎 让兄弟们在掩体里边 踏踏实实地我们再包空结束 一会儿小鬼子不攻就要冲锋了 让他准备战斗 好 是 是 兄弟们都听好了 离人距离五十米 步枪手射击 进入三十米 守了个头志 进入二十米 机枪手射击 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 准备 打 快 张医生 来来来 接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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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慢点 同志部队 立刻进行 马上出发 快 是 你去高谷了 又要去哪儿了 凌威啊 这位是特派员吴敏 好 你马上帮他联系 国境组部 有重要情报上报 还有 立刻联系三十九团 让他们火速迟员 杀死后阵地 小伙伟这回死有无法 二爷还在阵地上 听死拖延 晚来就来不及了 好 我就去 小心点 好 好 给我走 谭泽 我特会包虾仁 来尝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这个像蛮鲜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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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一看 来 走一看 团长 有鸡垫 哪来的鸡垫啊 团总 八路来的 招了那么多小鬼子 自己又打不过 让我们去给他们填窟窿 拔路 拔路 是啊 说是为了什么 护送那个特判员 在沙子沟 已经跟小鬼子交上手了 让我们过去援助 谭泽 你的意思是 我当然不去了 他给我看一眼 小姑娘 你看得懂吗 老天 有点意思啊 喜欢这个 好好好 来 那去看 那呢 看 来 有虾子 沙子沟 爹 你说会不会是郑孝君和特派人他们 也是说 他们是从姚家镇 逃到沙子沟了 很有可能 也许他们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 既然他们认为这么重 那咱们应该去救啊 那什么救啊 就咱们父女俩去救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个想去救啊 那那么去吗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这个赔本的买卖我是不做的 我是不会去救的 可是你自己都说过了 之前军区已经下达了各个部队 要求接派人特派员的任务 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可是告命 我告诉你 这次小鬼在南下扫荡 他余总的大本部能不能保住 这个事情还两说着呢 他还有空来管我倾城的事 小姑娘 你就一万个放心好了啊 没事的 就算是没事 可是人家八路军 是为了我们的特派员 在外面拼命的 你要是不去 他们会吃大亏的 这个友军啊 友军也只是暂时的 总裁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这个土拔鹿和小鬼子都得防 我看啊 让小鬼子好好消消他们 这个事情挺好的 你这是敌友不分 譚总 我这是叫女无方 叫女无方 没事 没事 譚总 年轻人嘛 性子直 可以理解 不过这个表面文章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一做定 你呢 一会就以副团长的名义 给这个八路回个店 就说司令部的这个命令 我们收到了 但是呢 这个调动部队 还是需要直属战区的 长官部来核实的 我们已经发去了请战集电 一经批准 我三十九团立刻出发 好 我马上给长官部去拍个电帽 去去去去去 脑袋被驴踢了是吧 你还真去啊 我说说的呀 把虾吃了 谢谢 谢谢段总 我吃虾 不得好啊 段总 咱们来来来来 来一个 来一个 走一个 大哥 二弟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有突破他们的防线 队主是谁 是三十九团吗 不是三十九团 是一小丑 图拔路 什么 图拔路 你竟然被拔路给挡住了 大哥 我不是替二哥说情了 这个土拔路确实有点意思 而且对面 还有一个狙击手 那三十九团现在什么情况 他们目前没有调动的机械 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袖手防光 原来这样 二弟 不要再跟他们浪费时间了 立刻结束战斗 好 这次我会亲自带队冲锋 一定把他们全部消灭掉